文佛音 见佛法 大家好 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编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作者《美香菊运轮回的经历》 《美香菊运》是位出家禅师 内容涉及宋朝明人林布和范仲淹这对知友的轮回转世到今生 可谓今世骇俗 直指生命真相 去向处理解脱 独来惊心动魄 又体护灌顶 为难得已见的都市良文 愿诸有缘 万无措施 我们知道自己轮回故事的人 未必会把这件事当作大姓氏来宣扬 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或者是出家师 他们不知道过去世还好 一直到过去世是谁谁谁的时候 那个心必然会生起磨大的伤悲 因为有前世 必然会有前前世 那前前世又是谁谁谁呢 这个谁谁谁过得好吗 是从天堂堕落的无聊汉 还是从地狱浮出的苦人呢 这无论是从哪种命运 哪种面目出现于世间 对不起 那把苦就注定了你这生生世世的煎熬 所以阿罗汉在虚空观察自己过去五百世的情形时 那八万四千毛孔全部流的是泪和血 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轮回的故事 望着自己在沉老苦海中翻卷 望着自己百不如意而又进入衰老的暮年 你如何对前路不悲 又如何对生命的轮回有半分的欣喜呢 但轮回故事我们又不得不讲 不得不说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受苦不知为何而苦 受暴不知为何而报的人 是浑浑噩噩噩的造业 糊里糊涂的生死 在流道中前转 在腹货中熬煎而怨天游人 却不知果报 而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希望能起到炮砖引玉的效果 达到共去菩提的怨心 几百年前 看透了北宋官场黑暗的大文学家林和静先生 看中了杭州西湖小谷山那个地方 于是他就在那搭个茅庐 栽先梅树过起了隐居生活 后来 因为小谷山三面环水 光注梅树就显得有些单调 这不 他就养了几只白鹤 添乐趣 再后来他的一帮好友 文学聚焦陆陆续续的来看望他 比如当时的丞相王隋 军首薛影 范仲淹 梅姚晨等 那林和静是喝归饮客 人去偏周 终日与这些好友们饮食比武 共为乐事 带好友们一走 又去西湖周边的各个安堂寺院 与那些高僧似友共参佛学 洗禅念佛 也就是说从那时起 林和静佛根一直 石流后身 诸位 石流后身的石 即佛教所谓的藏石 虚知世界一切友情生命 无不以藏石驾驭生命之肉体 虽肉体纵坏百千节之次数 而藏石则永远永远不灭其善恶之本源 用现代科学的说法 倒是个永远也琢磨不透的物理超弦 这部 在2013年 林和静的物理超弦 竟然来到了我打坐如定中 而后林和静三是尼姑 两是和尚 像电影演员一样演下去 贤瘦的尼姑 倦老的大僧 无穷无尽的羁绑 无数无情的艰辛 折腾的生啊 磨难的死啊 历历竟是我的前缘 于是我哭 我悲 哭泣终生难度 悲泣生果未缘 从被送折腾到现在 还是风光依旧 烦恼满怀 哪能不惭愧无敌呢 说不得 伸手抹泪 抹出定时却是今生的我 而不是林和静先生 这话要在眼下的中国来说 又要招多少的诽谤和嘲弄呢 因为中国人从老毛时代起 就已经被格式成有他无我的空客了 今天你把历史上那个大名人说是你的前世 这不明白的是博焰球 讨厨威的节奏吗 所以 在中国 凡是带有封建迷信的东西不谈 凡是带有妄议 造谣的嫌疑话不说 什么前是后事 老子一世就够爽了 到了2014年 为了验证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林和静先生的再来人 于是我专门为此事去了杭州小湖山一趟 其一是看他的坟墓还在不在 其二是 我是否能从七百多年的变迁中 还认不认得那当年的旧路一致 果然到了西湖后 那熟悉的山 那芳草齐齐的小路 还要那一秋故种 就像我到家那样的感觉 没说的 搓土焚香 倒身下拜 一记我终身不屑与官换为伍 而放浪西湖的前身 到了夏年冬月 我因事又去台湾加入了旅行团 到台北前先交了七百元两天的托团费后 便去台北紫园杂志社拜访当时的社长 乐崇辉乐老居士 佛仪见我 我竟然大吃一惊 原来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乐崇辉乐老居士 我认出他竟是我在杭州西湖 一同范州 一同饮食畅鹤的莫逆之交 范文正宫 范仲妍老友 分别七百载 他相遇固知 我应该指手相问 别来可好这些温暖的话吧 但我忍住了 也没告诉他就是范仲妍的后身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大陆 也有很多出家人吃三聚清安 和地购友之类的赖佛吃饭 结交安身之辈 你忍不住说了 说不定还会引起他的轻视 说卧室去装大开雾人 忽悠他的 再则 修行人各有姻缘 雾景不一 初次见面还是掖这些为好 因为这时我受过一次教训 那时我们当地有一位建材商 他的儿子在外面犯事了 当地公安机关需要三十多万人民币去取人 可连这乡下的建材商哪有那么多钱呢 于是就到处讨账 借钱来摆脱这场无望之灾 于是我告诉他 你所谓的儿子实际是你前世的妹妹 因为你妹妹出了交通事故被车压死 肇事司机赔了三十多万 可你这座大姐的把你妹妹的丧事办得很草率不说 连请个道士为她做气的超度都没有 就这样 他三十多万的赔命钱就被你惊吞了 所以你妹妹恨你不认 辩子讨债 今生你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实 我以为告诉他这个因果故事后 他会通心疾瘦 惭愧有加 可他夫妻俩听完以后 竟然当听儿童故事一样 听得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自此以后 我再也不随便向人披露这种 看不见有摸不着的穿越神话了 2018年 在弟子的介绍下 我认识了一位广西柳州市的一位舞会居士 他并邀请我去他那儿走一走 看一看柳州名城 山居既久 也赶寄聊 于是就坐飞机去了那儿 取之一见面 就有一种似曾相识 而又记不起是在哪里见过面的感觉 到了晚上 他送我去宾馆歇系 刚一叛退 屏息万绿 误我双亡的时候 民国时代的氛围立即呈现在我的面前 那也是在一座佛教寺院的旁边 一位国民党的议员跟我说 师父 并说您要建一座山门的牌坊 那我出三万大洋 协助您圆满成功吧 和他刚一说完 一位脸色极不好看的幕僚 跑来附在他耳边说 举坐 不好了 只剩一架飞机了 再不走就成为共军的福禄了 这一员一听 赶忙向我合掌一一道 师父 佛祖方的千年寨 心事乐得百事元 这部国难当前 今日来不及兑现了 等事事安静 我再双手奉上吧 说完跟那幕僚匆匆而去 再无下闻 故事到这儿不就结束了吗 不 隔天无惠局势连我去柳州市光了一天后 我又回到原来的客房 又接着做同样的梦 原来那一员随老蒋去台湾后 因为两党的龌龊 一时明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僵持了几十年 更别说有两党的高层人物 有争执来往了 因此 那一员也炎然老去 难回故土 却不到他夙愿常怀 念念不忘他许诺过的三万大洋没给我 这部今生降生柳州做了无惠局势 在我回到湖北时 他竟慷慨地帮助我还了约五万元的修路钱 是的 前世今生极少有人相信事实 即使我也知道自己的过去是 那也是仅在我个人入定后 或者是景儿未美的状况下回溯过往 而别人也只听见我今天自说自话 仅是文字的表白 而无电影电视那般的活灵活现 那你教人咋能相信呢 所以我时常告诉大家 轮回一说不单独是指人类才有轮回 是三千大千世界到眼前的 遍山河大地 草木微尘 乃至我们的日用万物 生活起居 细微的 粗向的 远古的 现在的 可见的 不可见的 是无时不刻的在变迁 在轮回 也就是说 万物的新陈代谢 日往月来 等等一切循环往复 都是一大轮回项 只是因为轮回二字出现在宗教术以上 人们就以神秘不可测的观点而产生怀疑 甚至是排斥 不幸而往事 生命周围所见 所闻 所发生的一切 之所以云云众生 名凡夫 就是因为凡夫 生生世世 以盲人摸象的生命形态 看世界 看事物 看自我而沉沦 而愚昧 殊不知他们编织的那个 必须活得自在 必须活得快乐的 我之肉体 实则是一世不了一世的轮回垃圾 苦难结果 曾经有人问我 是什么东西 屏蔽了人类了知三世的洞察能力呢 自己有洞察三世的能力不更好吗 起码这样不走人生弯路 去写旧正 修无上道 正菩提过 不就整个世界和平安宁 健康向上吗 如果这样的话 这缩破世界就不叫地球 而是基督教所说的天国了 因为天国的众生 类似如咱们佛教 修五界实善 毫无瑕疵的正德的果位 虽然还是属神的刺猬 但又不可与基督教 天主教的那种神相提并论 打个比喻吧 就像新疆的哈密瓜和本地西瓜的区别 都是瓜 但糖分和口味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所以 缩破世界的众生 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上所说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你我他来到此间 据一是为了偿还果报 而不是来此享乐业游 那如果此时人人了知三世 人人绝后悔心向善 那他所负担的业力又由谁来偿报呢 这是其一 其二是人人本具佛性 本具了知过去未来的能力 但因为贪嗔痴的矿节积累 如宝经蒙尘 不识本来面目 如金珠坠末 失去明洁辉光 而不知去来 最后我要重申的是 人体是云云众生 业力的载具 这载具结了业力的善恶 而化现种种的体貌特征及生存际遇 各位您懂了吗